嗨,大家好,我是孔凌杰 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程式设计的其中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selection和repetition selection和repetition这两个主题 那么这两个主题呢合计起来 其实是称为逻辑控制的一个部分 那它呢基本上是在讲说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如何透过一些语法 来选择程式执行的顺序 来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些更复杂的事情 某方面来讲我认为是所有程式设计课程之中 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这个部分能完全掌握住它的精髓的话 剩下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东西了 剩下的都是花时间而已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么呢今天我们预计要讲三个东西 首先是我们会先帮大家详细地介绍preprocessor和namespace 这个是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课程中 还来不及介绍的 上礼拜我们的overview里面 跟大家介绍了蛮多东西 但是我们跳过了C++的前面的最两行 preprocessor和namespace 所以我们先介绍一下它们 然后再介绍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 selection和repetition 那么呢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上个礼拜介绍的第一只C++的程式 就是现在画面上这个样子嘛 那么呢我们当时跟你说 哦,see out这一句就会把这个hello world印在荧幕上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main block 那么我们还没有介绍前两行 当时就是请你复制贴上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仔细地介绍这两行 这个第一行呢是被称为preprocessor的东西 前置器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前置处理 那么呢preprocessor的statement 在C++里面我们使用这个紧字号 这个符号来做开头 也就是呢当你打了一个紧字号了以后 后面的东西C++就知道你在做preprocessor 那么它的任务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做的事情是在你的compiler 开始做translation之前要做的事情 待会儿compiler要仔细地阅读你写的这一段程式码 但是在那之前它先根据你说的preprocessor 先去做一点事 所以你打个紧字号放在文章的最前面 放在程式码的最前面 那就是先做这个再说 那么我们这里呢使用的是一个include的statement 或是include的comment 它是干嘛的 这里的紧字号include的是在跟C++说 请你去include的一个所谓的header file 中文叫做标头档 标记的标 头发的头 标头档 它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header file里面它是一些file 它记录着许多通用的变数和函数的定义 那么在此刻呢 你可能已经学过变数了 但是你或许还没有很仔细地学过函数 这个是我们过两个礼拜以后会教的东西 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像main function是一个function一样 你可以在函数 在你的程式里面有其他的函数 每个函数可以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像你小时候学数学 你有用过sine cosine 你有用过exponential log 之类的 那些就是函数 每个函数会帮你做一些事情 那因为有一些函数 有一些变数很通用 大家都要用到 所以设计C++的人呢 他们就先帮你写好 你就不用再自己写了 你只要去include一个header file 就可以啦 那在其他的语言里面呢 我们可能会称呼它为include一个library 或是import一个library 或是import一个package 不一而组 那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呢 这些common variables和functions 就是written to be included by other programs 就是your programs啦 因为你懒得写 或是你不会写 所以你就include他们 这样你就省事多啦 好 这个就是include这个statement的意思 那事实上header file有很多种 不是只有include 它有别的 不过呢 本门课 我们只用include 好 那么我们这里include的东西 是一个叫做iostream的东西 你看到它用这个 两个角括号框起来 那中间呢 就是一个header file的名字 或者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library的名字 这个念呢 念iostream 因为它是在做input output的streaming 这个样子 那么呢 那iostream是c++的standard library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呢 任何人只要安装了从c++的官方网站上面下载下来的这个c++的这套compiler 那么它就要有iostream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样的一个这个函式库 然后呢 它既然是标准 那么我们follow这个标准写下去的程式 在任何标准的c++的编译环境里面 就都可以被理解 都可以被编译 好 那么这个iostream做什么呢 它就是provides functionalities of data input and output 所以这是i跟o的意思 那或是像什么呢 在我们已经用过的东西里面就是cout跟cin 我们知道只要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hello world就会被magically印在荧幕上 我们可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几个code 是去操纵你的荧幕 你的荧幕的解析度 你的荧幕的颜色大小什么的 你也没有操纵过说键盘长什么样子 打个字敲下去会如何传到code里 没有 这些东西c++standard library iostream都帮你做好了 所以你只要include the iostream 然后呼叫正确的 以这里来讲两个变数 就可以用 OK 所以呢 cout这个东西 事实上是一个变数 那我们没有定义这个变数 没有关系 因为compiler在开始compile之前 它会先看看 你说你要include the iostream 这个header file 然后呢 它会去把这个header file里面 全部的code 一行一行的贴到你的code里面去 就是取代蓝色的这一行 把它变成那一个档案里面 全部的资料 把它贴进来 那么这样一来呢 因为那个档案里面有 define cout这个东西 所以呢 在你的code里面 也就有define cout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你的这个程式就知道 cout是谁要做什么 那么这样子它就可以正常的运作了 所以呢 当你做任何其他的header file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运作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那么 在我们这个program里面 我们include the iostream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是因为cout的关系 所以大家有兴趣试一下 你把include iostream那一行删掉 然后你compile试试看 它会告诉你error message 它会告诉你什么error message呢 会告诉你cout没有define cout没有define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写一支程式 里面没有用到cout cin什么的 你就是单纯的int i 然后i等于a加b 没有用到cout cin的话 你不include iostream 程式还是可以跑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使用了angle brackets 也就是脚括号 这个脚括号呢 在告诉compiler说 iostream这个东西 是c++standard library里面定义的 请你去找c++的standard library 那么我们事实上 也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变数 和自己的函数 放在我们自己的header file里面 这个是学期的后半 我们会做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不用脚括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这个 双引号 所以比如像这一行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header file 叫做myheader.h 我们之后会告诉你怎么做 然后把它放在如此这般的地方 请compiler去那里 找到我的这个header file 双引号表示是我写的 脚括号表示是c++standard library OK 所以呢 暂时大家还不需要担心自己写header file做麻烦的事情 后半再来烦恼就可以啦 好的 所以 include iostream就是因为我们要用cout嘛 之后你要用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你说 来include别的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下面有第二行 这个using namespace std 这个又是干嘛的呢 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namespace 中文翻叫命名空间 也挺怪的 但总之 你听得出来它是有一个空间 存放着许多的命名 那我们来解释这个概念吧 就是说啊 假设全台湾的路 都呢 有不同的名字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在写你家的地址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写你在哪个城市 或者是哪个县了 对吧 就像台北市一样 台北市你只要说 罗斯福路四段一号就好了 大家就知道那是哪里 你不需要写大安区 罗斯福路四段一号 没有这个必要 那就是因为全台北市的路 的名字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新北市 或者是台湾大部分的地方的话 就没有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板桥有中正路 永和有中正路 三峡有中正路 很多地方都有中正路 所以我要讲我家的地址 的话呢 我比如说啦 我要讲板桥的某个地址 我叫做板桥市中正路 对不起现在是板桥区了 板桥区中正路 然后呢 那跟永恒区的中正路 中和区的中正路 就都不一样 OK 所以这表示什么呢 如果有变数或者是函数 或者是物件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他们的名字一样 那这个时候他们要指出他们是谁 要区分他们 可能就要看看他们被装在哪里 就像路名如果一样 那就要看是哪个区 哪个乡镇市的路名 OK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啊 C++里面的这个命名空间 这个namespace 就是一个装名字的collection 的空间 这样 那么装的就是呢 C++的变数名称啊 函数名称啊 物件名称啊 等等等等等等 之后会 路路续续续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 变数函数物件 那比如说 Cout啦 Cin啦 或者是几乎所有 定义在C++的Standard Library 里面的变数函数 什么花哥的 几乎都是定义在一个叫做 StD的namespace里面 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 你想嘛 C++这东西是有标准的 世界上有一群伟大的人 聚在一起说 好 C++的语法就长这样 然后呢 C++的Standard Library里面 要包含这些功能 要包含这些变数 这些函数什么的 那那些人没事 不会特地把 不同功能的东西 取个同样的名字嘛 不是至少麻烦嘛 因为那些人 是一起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们就说 好 Cout就是Cout Cin就是Cin 不同的东西 就给它不同的名字 就好区分 他们就只要装在 同一个namespace里面 就可以啦 那当然偶尔有一些例外 不过很少遇到 所以呢 你今天 只要在第二行这里 写下 Using namespace std 那么接下来 Compiler看到任何的名称 的时候 比如说Cout 或是你定义的 其他的变数 或函数 或什么的 他呢 就会去找找看 首先 他会看 你自己这个程式 有没有定义 Whether it is defined in this program 如果没有 他就去 namespace std里面找 那如果 其中一个地方找到了 那就没事啦 但是如果都没找到 那就麻烦了 表示他不知道 这东西是哪里定义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告诉你 Compilation Error 之类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你把第二行删掉 那again 会出问题 就是出在 Cout这个地方 所以呀 我们其实有另一种写法 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所谓的 scope resolution operator 这个中文很难翻译 这是个运算子 这个运算子 大概是叫做 范畴解析运算子 那符号上是两个冒号 它大概是干嘛的呢 我们先看code code这里你发现 using namespace std 那一句不见了 而相对应底 cout变得比较长 变成std 冒号冒号 cout 换句话说 就是你在这里 很明确地跟 compiler说 我这个cout 是装在std 定义在std 这个名字 姓名空间里面的cout 那这样子 当然也很清楚 就像是你把 中正路这个东西 前面加上 永和区中正路 或是板桥区 中正路 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在写code的时候 确实有两种写法 你可以一开始不要写 using namespace std 然后你每一次写到 cout cin 或者是之后 类似的东西的时候 前面都加上std 这样子很清楚 那当然也很麻烦 所以通常我们不这么做 我们通常还是在前面 就写using namespace std 这样后面就不用 每次每次一直写啦 这样子 所以typically 你就是在前面加上 using namespace std 这句话 那之后呢 你就大概就不用烦恼 任何你include进来的东西 你就直接用 就可以了 OK 所以很快地 summarize一下 include这种statement 这种preprocessor 就是去include的library 把前人帮你写好的东西 拿来用 那么呢 namespace里面装的是 名字的定义 你可以把namespace 想成是区跟路名的关系 或者是想成人们的 last name跟first name 有一些人的这个 名字会一样 但是他们的姓 如果不一样 你就可以区分得出来啦 那这个主要是 你想象外国人啦 外国人一大堆 什么Peter啊 Larry啊 什么Mary之类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看last name 分之middleman 一直累退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个 前面这两行 preprocessor 和namespace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